到了八月三号这天 开始正式调演 这个大帅府 隆重的不得了 奉天城一片洁白 断了国效了 东三省的大园 张作相孙列臣汤二虎 刘尚清当当当当 也身穿重效 站到右边 各国使团 站到左边 哪国来了 哎呦来的国家可不少啊 来的有美国的 英国 法国 德国 澳国 异国 荷兰 比利时 韩国 朝鲜 来了 最主要的就是 日本人派的人数是最多 调演团最庞大不过 一共派出二十一人来 显得一字显得 派的是谁呀 田中内阁总理大臣 派了个特使叫林全柱 林全柱特使 从东京赶来 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九智郎 有关东军司令 村港长普郎 还有代理陆军大臣 斋腾衡 总参谋长 秦真次 满帖副总裁松港杨又 日本顾问 松港土飞员 一额 日本驻奉天宪兵司令 龟九制龟 驻屯军司令 狼九是狼 你听白了就是 狼就是狼 龟就是龟 都来了 日本人来可是有目的的 名义上是来表演 实质上 来观察东北三省的局势 要看看这个新主任张学良 下一步想干什么 他们还想知道知道 炸死张作霖这件事 东北当局是不是了解情况 所以这特使也好 总领事也好 那都是间谍 你别看心里那么的 表面上装的还挺悲哀的 小黑眼珠里的往外躺眼泪 鼻子头都哭红了 等调研开始之后 圣道 先诵经 诵完了经 奏哀乐 哀乐奏完开始祭练 各国使团都到灵酒前面 三居公里 之后围着官国转一圈 向家属慰问 这都是程序了 正好折腾了一整天 张学良就在那儿跪着 谁来烧香 谁来祭典 他都陪着磕头 你什么人能嫁得住 何况张学良 后来张学良都起不来了 说话说不出音来 好不容易盼着 调研贬礼结束了 下一步怎么办呢 把大帅的灵酒 先埋葬了 埋在哪儿啊 就是锦县代馆 一马房 一马房啊 现在您到那块旅游 旅游您看着 那坟头还不小呢 这边呢 由政府拨款 在福顺大火房旁 修元帅林 大概您旅游到那儿看过 规模宏大 破土动工 多攒元帅林修好了 再牵过灵鹿 再牵过灵鹿 但是 紧跟着九一八事变 这些事情都能为付诸实施 都化作泡影了 所以元帅林 空有灵寝 那是空的 只能供后人旅游 参观而已 真正张作霖 和他夫人 肇事的合葬墓 就在锦县 一马房 那么这些事情过后 咱不必须说 到了八月十号这片 张学良正在 率服办公的时候 有人来给他送信 总司令 日本特使林全住 总领事林九志郎 请总司令过府复宴 张学良一愣 日本人请我吃饭 是饭是假 探探我的笔是真 我早有此意 真想跟日本人接触接触 我看看他们 想要干什么 所以张学良 马上拍了牌的 让外交主任秘书 王家珍 跟自己一块去 这王家珍日本话 哇啦哇啦 有名的日本通 张学良的心术 外交的事情 都是王家珍主管的 随从人员 其他的一概不带 是从武官 谭海一平赶紧过来 包括总司令 东阳人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您一个人只身去赴宴 无意义入了龙潭虎穴 万一日本子 要对您采取不利的行动 怎么办呢 我愿意跟着您一块去 谭海 你长几个脑袋 嗯 是 你双手打枪 百发百中 你浑身上下都是胆 但你浑身是铁 能连几根钉 你想过没有 你跟我去 日本人真要对我下手 你白做牺牲品 另外你放心 小日本子 他们也不敢 我借他们个胆子 也不敢把我儒之河 你不必跟着去了 这 整这事 汤二胡从外得进来 汤二胡拨上大黑脑袋 汉青 我听说小日本子要请你吃饭 却不能 酒污好酒 燕污好燕 你要到那会儿去让他们把你扣了 咱东三省不就乱了套了吗 哈哈哈哈 萌叔 你放心吧 绝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即使发生了 那怕什么 我不在家 还有你们呢 还有东三省的议会呢 还有两个保安副总司令呢 有你们大家当家 万无一失 这个你不必挂念了 汉青 你这小子就这么固执 谁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 你爹活着那会儿 就像你这样似的 要决定的事情 九条牛拉不回来 我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我得做好准备 你说这个汤二虎一出去找谁去了 找炮兵司令邹作华去 这个邹作华可不简单 在日本深造过 日语也是哇啦哇啦的 他为什么出任了炮兵司令 对各种炮最有研究不过 想当年在白城的剿匪下 立起了战功 被张作霖发现了 陆续提拔 现在做了东三省的炮兵司令官 那也是大权在握呀 他胡把他找着了 告诉周作华 我女手下 在凤田有多少炮兵 周作华傻了 啊 我的炮兵不多 一共有三个炮兵团 一个炮兵大队 全集合起来 把大炮的炮口 对准马路弯 日本足领使馆 炮弹上堂 一旦祖司令 要发生点意外 你就给我开炮轰 要炮轰马路弯 你明白吗 周作华不知道他什么事就问 怎么了 汉清要到日本领事馆赴院去 轻死一生 小日本子什么都看得出来 我怕发生意外 劝汉清 他又不听 咱们不能不做准备啊 周作华一听 好吧 那你放心 把这事交给我 一旦少帅要再出点事 我绝跟日本鬼都玩不了 另外汉二虎背着张学良不知道 把在奉天的陆军 集合了三万多人 功尚先刀出窍 都准备好了 甚至悬拔出一万砍死队 由汉二虎张志飞率领着 一旦张学良有了事 他们就闯进日本领事馆 这帮愣爹什么都干得出来 那没说都是红糊的出身 这些事情张学良是一无所知 张学良安排好了之后 让外的背车 带着王家珍穿了一身便装 赶奔奉天马路弯 你现在到那马路弯 你看呢 那也没啥区别 那这可不行 那这是日本的租界地 马路弯叫洋人 日本人的偏向 到处都是日本的诸事会社 到处都是日本的洋行 街上走的也全是日本人 那中国人不经过特殊的允许 不准在马路弯路过 所以车子开进马路弯 直接来到日本总领事馆 这个日本总领事馆呢 是个三层砖瓦结构的小楼 外套院墙高大 有日本的宪兵在这站着港 因为事先都打好招呼了 因此魏家诸篮 当张学良的车子刚开到这之后 日本县兵举枪敬礼 车子开 车子直接开到院里头 张学良和王家震 这一下车 日本驻凤天总领事林九智郎 和他的夫人青椒辣子 在这等着 一看张学良来了 林九智郎大不流行过来 哎呀 总司令的 欢迎的欢迎的 我们的人通通在这 应接总司令 张学良扁扁头表示感谢 这时这青椒辣子过来了 双手扶着磕膝盖 拾了个九十度鞠躬礼 总司令的 李某 挺好 日本人专讲李某 张学良王家震还了李 在零九智郎夫妇陪着 进了日本总领事馆 来到二楼的一间房间 这个二楼啊 完全是日本装饰的 拉阁门里的铺的榻榻蜜 你别说日本这个装修 独具一格 那好的卫生 进屋就拖鞋 往榻榻蜜上盘腿一坐 特别舒服 那墙上全都是拉阁 屋里香味扑鼻 当拉阁门子一开 张学良王里边一看呢 事先有六七个人在这等着 都认得 屋里是谁呀 是田中首相的特使 名叫林全柱 这个林全柱是有名的中国通墨了 汉语哇啦哇啦的 言师作父 样样精通 毛笔字 他写的还好呢 这个人呢 在中国待了将近二十年 研究中国的风俗 人情 特别是研究政治 你要说他是个间谍 也合适 现在 他是田中内阁的中国通 中国的高级顾问 这次 吊艳张作林 奉命来到沈阳 挨着他的 就是关东军司令官 村港长得郎 还有代理陆军大臣 斋腾衡 还有代理陆军大臣 代理参谋长 秦真次 满铁的总裁 牧村 副总裁 松港杨幼 还有几个日本顾问 松井 土飞员 都在握 这些人都是大权在握 并非当先之辈 张学良都跟他们认识 彼此 彼此打过招呼 分兵主落座 按照日本的风俗 把鞋脱了是盘旗而坐 咱们没说 这日本这个风俗啊 也有好地方 这屋里非常舒服 也非常干净 坐下之后 四女现茶 喝完了茶 喝完了茶 把糕点摆上 吃完糕点 又盛牌宴 今天嘛 林全柱请客 请张学良吃饭 咱这个东阳饭 不知道您吃过没 这玩意不怎么上讲究 什么咸 咸萝卜干 咸萝卜皮 甜白菜 这这玩意吃着 荡耳无味 他为了款待张学良呢 后来又端上了 中国的饭菜 日本的清酒 八王寺的汽水 什么茅台五粮液 今天是尽兴一醉放休 喝个不得理了 也吃个不得理了 残膝撤下 又摆上水果 这阵 林全柱才说话 说的都是汉语 还非常标准 张将军 今天把你请来 碧人非常非常高兴啊 那么我们在座的诸君 恭贺张将军 荣生东三省保安祖司令 这次宴会主要是给你祝贺 张学良一乐 表示了感谢 紧跟着 这林全柱画风一转 不乐了 正言立色的 张将军 既然阁下 荣生东三省保安祖司令 大权在握呀 你就是东三省的主人 有关咱们两国的事情 有必要沟通一下 能不能允许我 讲一番话呀 请 张学良点点头 准知的 吃饭 那是陪衬 谈话 是主要的 张学良点点头 我愿洗耳恭听 王家珍呢 做翻译 这个外交秘书主任 王家珍有名的日本通 对日语哇啦哇啦的 你就是俏皮话啊 有些谚语 瞒不了他 所以呢 叫他当翻译 不至于出错误 林全助先发言了 阁下 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 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 我们日本政府 经过慎重考虑 认为 蛮猛 是日本付出过 重大牺牲而后 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 在日本人的心目当中 他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 他的命运 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关心 如今 专以排斥外国势力 而有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 已经基本 占领了华北 看情况 有可能 到东北来 直接 世界威胁的阁下 与我们大日本的安全 并且我们听说 张将军有随时换上晴天白日旗 和他们同流合乎的意图 我们对此特别关切 为此 请阁下 能不能把你的意见 如实的 告诉我们 啊 张学良明白了 探听我的底 就知道 今天是一场 舍战